你辛辛苦苦做到的影片没有人看 因为你还没有看到这个影片 优秀生活优秀人生 大家好我是Sam爷 那为什么我现在讲华语不是讲广东话哦 因为华语比较多like跟share 怎样 我就是这样现实 看这视频的兄弟姐妹们 你们有没有面对脱法的问题耶 看一下好不好 你们有面对一个好大的问题耶 辛辛苦苦用了一大堆请人来拍video edit了几个星期uplog上去 结果没有人看 没有人like 没有人share 这个绝对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说了呢 因为我现在才拍这个video 那你们有听过一个东西 很多人就讲了 video marketing是未来的趋势 几乎什么都讲video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年代的人越来越懒惰了 他们按进去你的video 两秒不了啊 刷走了 因为现在video真的是太多了啊 他们太多选择了 以为人家给你五秒啊 两秒不到啊 觉得无聊不美不帅 刷 好啦 第一项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content 错啦 是要抓住 观众的attention 如果你没有成功抓到观众的attention 你的content好到飞天了 都没有人看 哈哈哈哈 所以要讲grab 人帅 人美 人性感 耶 这样外貌协会的 你不信啊 你问下你自己啊 是不是人家 年轻的年轻的年轻的 性感就要按进去呢 你不够帅气 你可以怎样 场景漂亮 有趣的开头 怎样讲有趣的开头呢 一开头的时候就 preview你整个video的highlight 还有一点是什么 就是你的video的文案 你的文案够juicy 够吸引 啊 人家就会留在你的video 躲一下了 第二是什么 camera的quality 错啦 是有趣的简介 很多朋友觉得这个video没有人看是因为camera quality的问题 结果花重本呢去买一个camera好好quality的回来 结果到最后还是没有人看 原因是什么 无聊的简介 剧情没有连贯性 啊有时候哦 手机啊 有那种美颜的功能啊 人家看到萌萌这样 又漂亮漂亮这样啊 人家更想看 反正哦 camera太清楚了啊 好像 咬油镜这样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就是 音乐的运用 music 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 其实音乐可以起到很大很大的作用了 很多人很喜欢把音乐乱乱放乱乱配 配到搞五大八 有时候你看到你听到的音乐啊 你会尴尬到你牙齿变紫色 好嘞 到底音乐有多重要呢 我今天就示范给你看 大家好 我是小明 我是一个天生天羊的孤儿 居住在坐标124 73 63的一个孤岛 里面有一个荒废的木屋 每天一到晚上 都会有人敲门 我一开门 有个箱子 我一打开箱子 里面装着什么呢 OK 你现在觉得 箱子里面装着什么 是不是听到这个音乐好像很有希望这样 里面应该是装着很多 宝物 食物 这些好的东西对不对 好嘞 我们现在换一个音乐 我用回刚刚片段重新来做多一次 我用回刚刚片段重新来做多一次 大家好 我是小明 我是一个天生天羊的孤儿 居住在坐标124 73 63的一个孤岛 里面有一个荒废的木屋 每天一到晚上 都会有个敲门 我一开门 有个箱子 我一打开箱子 里面装着什么 OK 现在反而你会不会觉得 现在里面装的是那种很蛤蜊啊 很血腥啊 那都很蛤蜊的东西对不对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没有这种感觉 很恐怖的东西 所以要善用音乐 音乐不要乱乱用 音乐可以恰到好处 可以把你的video大大的加分 加分 OK 来到了最后啦 你的video要怎样叻 要跟你的观众有一个 interaction 你的video都不是live 怎样interaction叻 上面 那其实整件事就很简 那你是以为我在lack gay 那 这不是interaction叻 跟观众的交流 有没有做到你vlog叻 哈哈哈哈哈哈哈 啊 lack 啊懂了 lack 那再来就是content啦 但要什么content吸引到人家进来 那就要靠你自己了啦 朋友们 好啦朋友们 有学到东西吗 有学到东西的朋友 不妨帮我like 跟share 还有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打开你的小叮当那位 优秀的生活 优秀的人生 大家好 我是Sam也 我们下期见 制作词 需要 商人 制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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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编国 的 编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